哈囉大家好 春春 今天要來跟大家做的主題呢是 一起來開箱IG熱門團購的夯貨 雖然說我自己本身也是KOL團購組的一員 但我自己私下真的是買了很多 然後常常家裡又有包裹的時候 雨哥就會懷疑我是不是又買垃圾了 我真的是覺得很委屈欸 這其實有時候也是很實用的東西啊 所以今天我就SOLO了很多很多種品項 有行李箱啊 拍照用 旅行用 各種在話題上面的一些商品 就要一起來開箱 我們就來拼拼理這些東西 到底有沒有真的像廣告上或是團購組們出的那麼好用呢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趕快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有邀請到特別來賓 就是說我買的東西都是垃圾的 雨哥 到底是不是買垃圾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看看 但其實我們講垃圾其實算是 我們兩個之間的玩笑話 可能我們會覺得它比較不太實用 應該不會比我上次蝦皮買太垃圾吧 喔對 大家如果看那集Vlog的話應該會知道 那東西現在已經不知道要不要丟去拿了 就趕快開始吧 第一個我們要來開箱 就是我們身後這個大大的 Roger的行李箱 我買的是30吋吧 我記得 然後顏色是灰色 就覺得好像拎它出國 就是特別的有型 我喜歡分量 那個行李箱是打開的一半 就是現在還蠻多行李箱是走單側的路線 對啊 那你這個好處是你如果到飯店 它空間很小的話 你就不用整個打開嘛 你這個一半就好 當時買的是9000多塊 那些之前的東西就是我慣用的旅行用品 我會直接先放在收納袋裡面 結果它其實空間算還蠻多格 然後也有很多可以放這個地方 就好處是空間小就這樣子就好了 這樣就等於全開了 可是我覺得壞處 這種單間式的壞處就是 可能要真的很會整理 才會堆貼起來會比較好看 對 空間確實蠻大的 但我覺得它好像裝很多東西都很重 上次為什麼會路要跌倒 那時候很重的時候 它就有點難度了 很重很 我覺得如果 你今天要去扛很多東西回來的時候 它就有點難度 可能就會要 考慮到底要不要帶它出征 因為我們當時就是拚著它 然後載一大堆東西 那個時候 那時候你還有付操縱費 對 我還付了操縱費 然後總之就是 我還在搭電器的時候跌倒 只是大家很緊張而已 馬上過去救你 對 大家馬上來救我 但不習慣你馬上它的推感很短 就大概就到這裡 沒辦法再上去 因為我覺得再高一點 可能這邊還可以再放個東西 會比較方便 地箱好用嗎 可圈可點 如果說論顏值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下去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去扛貨 或是批發課的話 就你再多多試試看 再來去評估 那旅行來說的話 真的這顆是很OK的 這個是超級輕的腳架 我一開始看到超級超級多的KOL網紅在開團 那它這個呢就是 我不確定要叫什麼牌子耶 因為其實我平常工作也蠻常用到腳架的 那我之前呢 其實都是買叫雲騰的一個牌子 就是中國的便宜又耐用 所以我那個時候完全沒有想說 要去跟他們下單這種 好像高顏值 我們上次去台中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隻很不錯 對 又嚇到耶 一般傳統大家看到這種黑色的 要帶出門的時候 還是會覺得它好大一隻的 然後很笨重 那我平常使用的腳架就是它 然後你們一看 比對尺寸 差超多的 跟團買這個的時候 我沒有去認真研究它的尺寸 這個是他們的新色可可色 它是這樣子固定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扭轉 它這邊其實直接用那種伸縮感嘛 就粗暴直接拉開就好 還蠻緊的耶 就很方便 我覺得不光是工作需要 就是大家 跟團買這個腳架是1350元 現在旅行或是外出 第一個想到要帶的腳架就是它 它這個手機夾 它靠這邊的滾軸 就是其實它有很多顛覆我以往 對於腳架的一個概念 喔 原來是這樣喔 對 然後它這樣滾好之後呢 你把它立起來這樣子夾 所以它其實有方便於 就是不管你的手機殼多厚多 有什麼花樣都沒有關係 只要夾得住就好 也可以裝相機跟裝平板 iPad什麼 就是我有看到它的介紹 那就是這一隻就是 就還蠻萬能的 這個防風網就是說 如果我們帶出去的話 在那個腳架的三角處 然後把它綁上去 這邊就可以放置上一些石頭 或是一些水瓶 讓它比較有個重量 才不會被風吹 喔 大概素功能喔 對阿 很方便吧 再來開箱的下一個東西呢 大莫術的水壺 它就是拿來鼓勵 平常不太愛喝水的人 因為它有兩個優點 長得好看 第二個呢 據說是現在容量最大的水壺 2500cc 對 它有2500cc 其實就是像超商 我們去看到那種什麼 越式礦泉水那種超大罐的 對阿 好像八點的時候 再喝一點點 然後鼓勵自己 10點的時候 對再喝一點點 最晚到晚上10點 我覺得很棒阿 有鼓勵的感覺 有有 然後這邊又可以直接用手提 所以我覺得帶去運動也OK 所以我也買了一個 對 因為宇哥看到太想要了 所以我也幫他買了一個 對 它就這樣 按一下就彈出來 對 它就直接這樣用這個吸口 我個人覺得不愛喝水的人 好像用了吸管之後 會比較願意喝水 這個應該是 就是 我自己是這樣阿 你可能運動很累的時候 你想喝很大 直接灌水 對 你可以蓋吧 我喝喝看 可以阿 對阿 這就是有兩種口蓋 我覺得有一些比較麻煩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 就是 它的這個 有的時候會很容易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隻吸管喔 尤其是我剛裝滿水 就是 然後重新把它蓋起來的時候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的這邊 因為它做了 很便利於手提把的形狀 經潔的時候 就比較不方便 可能 要拿那種很小的細刷什麼的 清潔就比較通通 嗯 清潔的部分 可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還是一個很棒的水 而且有鼓勵到我自己喝水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 討厭喝水的女子 這顆莫子的行動電源 對 真的超多的 那我上次在IG上 也有發現 很多人就來了私訊問我說 到底好不好用呢 因為我看到很多團購主在開場 這不是賣差好了嗎 對 但是因為還是 還是會有很多人 就在心裡保持遲疑 到底該不該買這顆 我自己試用了好一陣子在跟他們講 因為這顆也是我自己買的 今天影片裡很多的品項都是我自己買回來的 它大概可以讓我手機是0%的時候 可以充1.5次 反覆的拍攝運用到手機啊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電子設備的時候 就沒那麼夠用 可是它有一個很不錯的地方呢 是我覺得如果我臨時 忘記帶Apple手機線的時候 它是我的成就員 它也沒電了 它有插頭 那如果你就趕快去搜索有沒有那種 比如說捷運站啊 然後或者是說有插頭的咖啡廳 可以插著它 然後同時這個線就接著我的手機 很實用的一個地方 Apple他們不知道第幾代之後都會有這個功能 所以有了有了 充電中 我試過可以充我的MacBook 所以我覺得 真的也是還蠻方便的神救援 以前使用上來說我覺得還不錯 好的那再來的話呢 是這個 Face Day的泡腳筒 跟泡腳球 老實說廠商一開始寄給我的時候 我完全就是把它亮在那裡 完全沒有想要把它打開來的意思 因為你知道平常生活忙碌 真的很難會有這種想要去好好的放鬆 然後這種很悠閒很奢侈的時光 很質感的生活的感覺 對 對 對 平常講不完嗎 真的耶 平常真的是想要揮頭突然 發現我錯了 生活越是忙碌 越需要這種 柔軟 溫柔的去撫慰心靈的調剂 就想說我還是用看看好了 那好像是覺得像巧克力吧 那種酒量的巧克力 所以是這個送禮物我覺得也蠻適合的 給直男的一個很好的送禮的選擇 每一顆都有不同的香味 欸這真的拿在送禮物不錯耶 對不對 真的很不錯耶 它就是有什麼艾草啊 然後或者是 就是有不同的療效跟味道 就是有點富士山的造型 不覺得很可愛嗎 推出這個泡腳球之外呢 它們有這個一體成型的泡腳頭 等一下...我試試看看 我以為是背帶還是什麼的 一個紓壓法寶 它是怎樣 把水放在裡面 我現在就很愛就是夜深人靜 雨哥或是 我普通通都睡覺了 然後我就可以在那邊泡澡追去 超級爽 你看它就是這樣子 輕鬆的就打開了 真的很不錯 就覺得滿可愛的 而且你知道就是有時候要去給人家保養腳 就是會有一點害羞 我覺得因為你的腳要給人 就是伸在那邊 尤其是我以前穿那個 穿到不好的鞋子腳都超臭 臭之外呢 它的襪子會破個大洞 像這樣子可以在居家泡腳的 小物就真的很方便跟實用 是成分天然 你在泡的時候不會流殘渣 又溶解很快 因為我就是突然發現我的腳跟 摩擦棉被的時候竟然會有刷刷聲 我嚇到了 不應該有嗎 不應該有 應該有這種刷刷聲 你說是像影子友的腳這種感覺 對 就這樣嫩嫩的 夏天的時候露出腳跟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細節 聽起來我的腳好像很不健康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 常常會泡完腳之後 就會再進行一套的保養 我覺得腳跟現在就有 越來越嫩的狀態 你在看我的腳嗎 對啊我在 今年開始我決定要給自己更多的 一個悠閒放鬆的時間 然後也感謝宇哥針對你 像我自己當我自己的社畜很久了 有時候會忘記要怎麼去放鬆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需要好好去訓練的 像宇哥他也是 他的生活都不知道要怎麼留白耶 他就是一個工作狂 我個人覺得你是耶 就是 你每次一有事情的時候 然後再假日他就要趕快處理 我跟他說 可是其實現在我們可以先休息 因為我習慣那個高壓的環境 對但是 我覺得就是現代的人很多都把這件事 當作習以為常 保留一點點給自己的那種放鬆的時間 他這個是丟下去就好就對了 他會自己融化就對了 你挑一顆過來融給大家看好不好 好 那我要去裝水 泡澡球 就是有這個紫色的 然後還有這個是棒棒糖的形狀 這一個都是手工揉捏 然後也是添加了天然精油 跟乳木果油等 成分是很滋潤 然後又單純的 還有像這樣子的玫瑰花板 但是因為我們家沒有浴缸 所以我通常會使用泡澡球的實際就是把它帶出去 然後找到有浴缸的那種住宿使用 他們家的沐浴球呢 常常會做一些很可愛的造型 像他們官網上也有看到一些 雲朵啊 或者是那種毛線球 然後還有很可愛的那種蛋糕側面 就各種甜點的一個造型 我現在30歲以後 我明顯感覺到代謝變差了 我不知道鏡頭前的大家也有這樣覺得嗎 就搭配了泡腳 可以提升一下代謝 促進血液循環 然後再搭配運動的話 效果應該會更好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點資訊欄進去查看一下 詳細的細節介紹 舒服的溫度啊 我用這顆看看 好啊 你喜歡的 就掉下去這樣 好療癒喔 現場泡腳 怎麼這麼胡鬧 泡起來挺舒服的 對啊 你那泡這個是紫色的 我不能繼續泡嗎 好啦那你在旁邊泡我繼續介紹好了 我坐在這裡可以嗎 可以啦 去脂凝露 紅色足跡有進入 應該也蠻多人看到這個在開團 那其實我當時也是 試用了好一陣子 可是我後來還是決定沒有要開團 因為它並不是不好用 但是是我覺得沒有 嗯 那麼神 因為我自己平常有習慣使用的呢 是安利的一個去脂的噴霧 那一罐真的很好用 那是我媽推薦給我的 然後現在也沒有在打廣告而已 那罐真的超好用 然後你大概給它吸收個五分鐘 就再來沖水 基本上不要太嚴重的髒霧 我們都可以就是手搓一搓就可以搓掉 那我自己使用下來 我覺得 有一些不太喜歡的地方 是用這樣的按壓凝露出來 沒辦法說 我可以一次就 弄出一個很均勻的量 壓了一下之後 它只有出現一小的點 那我要再按加大概五六下 才會均勻的分布到這個點這樣 用起來很不爽就對了 很快速啦 首先它這個點就讓我覺得有點煩 然後後來就給它等一下 我們就去洗嘛 那我覺得它的清潔力也還OK 因為它是用這種凝露的擠壓嘛 用量我覺得算還蠻快的 提到說它需要按壓多次才可以均勻分布到那個污漬點 所以你看我現在用了幾次就已經到達一半了 我另外一罐我很喜歡的去自噴霧的話呢 它可以用超久的 放個一秒也都還可以用耶 它的表現我覺得在我心裡覺得 中上吧 就普通 所以沒有好用到我覺得 要跟大家做個推薦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進行下一個 我畫一畫我覺得我腳好像變得很滑嫩的 我再跑一下 還有紫色夢幻的水耶 防蚊雪松防蚊系列 因為夏天到了然後大家出去玩應該就會非常怕被叮 尤其我們現在有小孩 我去滾芙芙的身體 芙芙也沒被叮啊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蚊子能在叮我咩 對所以也許它吃什麼東西蚊子覺得特別香 然後肉了 不太確認 總之我跟芙芙是都完全擦了它肉就逃過一劫 其實帶一罐就夠了耶 如果癢癢的時候 都是同樣效果 對都一樣 你要不要加一點時間跟機會 可以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在底下留言敲完後去的心得 這直接把凝乳變成水狀啦 對吧 噴出來是白色的耶 然後它其實就是滾一滾就會出現它們家的那個 這防蚊的味道喔 這個poporo的蛋捲燙 蛋捲燙它就是這樣子然後可以弄出那個波浪的感覺 弄給你們看它就是這樣子夾 然後就夾 然後就可能會 可是我的頭本身偏大 所以我燙了這個之後就變成爆炸頭 所以 可能不太適合 可是我又一直很嚮往那種 稍微有點變化的 捲髮 然後我就覺得我搞不太出來 這是不是長髮比較適合用 我覺得可能耶 因為我看有一些長髮的人 然後弄一弄 就有點像那個哈利波特的妙麗 我覺得就是可能會需要考驗一下技巧 加熱速度算普通 因為我之前韓國的那一支 Gram Pan就是真的超快 我每次一按喔 大概一分鐘之後它就熱了 接下來的話呢是這個 ANCO NEMO 檸檬大酥 這個大家應該也超級常看到 大家在開團 還蠻方便的 它就打開之後呢就是 像這樣子的一個檸檬磚 我買的是一般檸檬 蜂蜜檸檬跟海鹽檸檬 我買了三個味道 我這膠囊的話呢就是打開之後 好像糖漿的感覺 喝久了會有點膩耶 我覺得啦 我覺得它這個長裡面很辣 我覺得如果說你突然想要喝一個很清爽的檸檬汁的話 這個真的的確方便 不需要冰在冰箱 然後就是常溫的保存就OK了 如果上班族沒有時間自己尬檸檬 我覺得是很方便的一個選擇 它的凝膠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每次一打開 它就會噴汁出來 所以就會勾到 我們喝喝看另外一個口味好不好 好啊 蜂蜜檸檬 我目前還沒喝過蜂蜜檸檬 那他們家的檸檬就真的是很純粹的檸檬的味道 最好還是至少弄個有800ml的水 這樣子嗎 的味道 對對對 你看看 因為它很滿 其實你應該要說的話是 因為它可能也沒有在小氣 它就整個超滿 哇 泡好了 噴一下 噢 真的很像檸檬之類 它本來就是純檸檬 很好喝耶 嗯 很好喝耶 這很像就是家裡真的自己泡檸檬 拍連就是有一種很奇怪的舌頭的感覺 很簡性的 對對對 我不知道怎麼講那個感覺 然後我喝喝多了 我就覺得我的舌頭整個嘴巴怪怪 我覺得它的檸檬跟這個蜂蜜檸檬真的確實不錯 欸蜂蜜檸檬太好喝了吧 天啊 真的耶真的好喝耶 這個水量 天啊媽幾末 我覺得這樣喝剛剛好 就是一分糖的感覺 其實現在的水量差不多是一個寶特品的水量 嗯 我覺得這樣剛好丟一罐這個味道剛剛好 欸我覺得不錯耶 真的不錯喝 哇靠它這個也太方便了吧 對啊是不是 我那時候以前去澳洲應該帶一個 真的 每天都有蜂蜜檸檬可以喝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品項呢 這個 很多人在開團的一個巧克力圓餅 盒子 對超級漂亮 所以很適合拿來送禮 而且又小巧 不會讓人家覺得有負擔 我也要試試看 我吃這個70%的看看 好看耶 噢這超香的 你的那個是有加增果喔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上班 水餐的時候來吃一塊耶 我覺得算很好吃耶 以小巧比比方來說 放鬆來個影片 就會覺得心情很好 很愉悅 沒錯 好的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那如果有其他什麼好奇的後續心得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下位的這支影片